上回书说到 轩辕和吃油在黄河北岸异常血战 这是远古时代的异常大战 轩辕将士伤亡惨重 丰厚无奈 在紧急情况下 叫军兵纪捷摆下大阵 这种阵 互相配合千一洞百不好打 是困人的 吃油看吧 没放在心里 因为当初卢飞到处两个阵的阵图 他已经研究明白了 吃油说 来 随我走 破阵 然后指挥将士如何和带兵往阵里攻 结果 道阵就不管用了 明明是修门 撑了伤门 变化太快 别看他们兵器锋利 但是打阵白给 为什么呢 阵里这士兵不跟你硬拼音的打 你要打人家刷 变阵了 躲了 你一往这边冲 人家往那边躲 就把这果人困在阵里 极策 未能奏效 吃油大吃一惊 哎呀 不对呀 我看的阵图 不是这么回事 变了 哦 这是又有高人给他改变了阵图 哎呀 不好 我别让他们困在阵里 要是困在阵里 我明白 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弄不好 就得死在大阵内 我不打了 这个大阵位不破了 不破怎么办呢 要不说吃油啊 太聪明了 那真是当时的军事家 我还是朝一个地方愣冲 追先前的那伙逃跑的 宣言兵 把他们消灭了 然后我的带兵 把他大阵给围起来 是啊 他的人多呀 宣言摆的阵 这是小阵人少啊 吃油七万人 要是围个小阵也不费心 响热 挥动兵器 告诉他手下的弟兄 来 跟我走 朝一个方向冲杀 干嘛 追杀冲散的宣言兵 风后一看 暗暗雕哭 为什么呢 那些兵还没有形成阵势 自立军队人数太少 要是吃油 现在硬拼对自己可太不利了 只要他几次来回冲撞 我的军兵就有被他消灭的可能 没死的 也得低的跳黄河 身后没退路啊 这怎么办 风后急的汗都下来 现在要有大伟真人 帮我拿着主意做好 如果立木在这阵猛剑可以一荡石一荡百 能助我一臂之力 现在谁也没有 他看到轩辕 轩辕看看他 这阵轩辕更没主意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在西边一阵喊杀声 杀呀 宠啊 把轩辕吓一跳 干嘛 这辈子来的吃油队伍 那今天我们全完了 他扭头往远处观看 先看见大七的七尖 慢慢的看见了七号了 哎呦 当时转忧为席 哎 又兵来了 怎么 一看七号是有雄旗 哪的人呢 哎呀 这哪的部队到了 哪的来了 输入万了 是大将军立木 率领的几万人回来了 前文我说过 大将军立木 带着四万人和战车 到秦川解围 现在是胜利返回 最前边的是战马 接着是战车 立木居中 车辆 呜呜呜呜呜呜 星夜奸程 哎呀 来的太是时候了 晚来一点 轩辕都跑不了 最可喜的是 这日队伍的前边有一个人 引起大家的注意 前面是个小伙子 光大的说有十七八岁 小的说十五六岁 光着膀子没穿衣服 下边穿一条漆黑的皮裙 光脚没穿鞋 再看在身上 哼 骨头皮肤一身腱子肉 咯里咯搭的 光脸上看 面如火炭吹灰 红脸塔 见眉朗目鼻子口方 但是这位有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长到一头的红发 都站着 一根根立着 在阳光照下闪闪发着红光 另一个特点是这位长到一对肉翅膀 其实不是翅膀 可能这个人后背骨质增生 或者其他原因 长出两个突出的肉东西 如同翅膀 不算太大 但十分明显 你说怪不怪 这小伙子手里端着一杆长枪 是青铜杆 青铜尖 枪尖在阳光下一晃 发着金光 长枪一抖 神出鬼没冲在前边 远渣进打 杀将持游士兵的队伍 轩辕一看 是翅膜来了 这是喜从天降啊 激动的眼泪都流下了 来得太是时候了 太好了 翅膜叫军兵高喊 陛下 不要担惊 我们来咯 杀 头一个就那小伙子 在立木指挥下 杀象 持游兵 这小伙子太猛了 轩辕 胆沾眼泪 一看这小伙子 这谁啊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村后也摇摇头 我也没见过 可能是立木 这次从秦传带来的 这个人无一可了不得 你看 他的功夫 只在立木之上 不在立木之下 是啊 他怎么也有这种兵器呢 有这种兵器人都是吃油人呢 怎么能帮我们呢 不清楚 甭管怎么立 可算救我们了 再看掌揍翅膀的小伙子 前面开刀 后边立木带领大军冲了过来 立木 收拾一把青铜斧子 立木怎么改使斧子了 这把斧子不是赤木拿的吗 赤木拿被乱剑射死之后 立木一看这把青铜斧子不错 归我了 他用上 挺合手 他从战车上跳起来 举起青铜斧子 切了咔咔就像砍瓜剁菜一样 杀向石油兵 这下石油军队打乱了 本来石油兵突然发现 轩原兵过了黄河就吃了一惊 没想到又来一伙人 石油将士吸力琢磨 莫非轩原在这设险埋伏 专等我们上钩 当时兵将们 立刻军心混散 士气大跌 纷纷后退逃命 石油在当时 购军是讲 他要没本领 怎么能征服天下 他一看 不好 这仗不能再打了 为了防止万一 命令撤 一声令下 石油大军 林寒带叫向北 败走 封后一看 要乘胜追击 指挥大兵 随后掩上 石油刚才冲到最前面 现在要撤 他就成了最后面 不过石油武艺超群 一把五角吉利斩 武动如飞 连斩 石油 数元大将 土袖 死在了 轩原首相 为什么光斩 大将呢 因为这些当将的都认识 石油 想把他抓住 当兵的根本 靠不了石油进前 将官冲过去 不但没有抓住石油 反而被杀了 就在这儿 刚才那个带斗翅膀的小伙子 一晃手中大枪 踭踭踭踭踭 几步来到石油进前 告诉轩原将领 叔叔大爷 你们闪开 石油跑不了了 众人花望旁边一闪 把石油闪出来了 石油 修要猖狂 你认识我吗 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 留下脑袋带走 说着啪噹 抖枪就张 石油下意料 用掌中极力斩 啪 一颗大枪 甩身往旁边一看 呦 吃了一惊 哎 怎么长得这模样啊 看他相貌十分英俊 那个眉 那个眼 那个鼻子 那个脸 那个嘴 那个耳朵 哪掌都顺利 就是红脸肠 红头发 带翅膀的 张翅膀是人啊 还是神啊 他用极力斩一指 儿是何人 哈哈 我叫鹰龙 鹰龙 没听说过 儿现任何指 我是利木将军 车前的小卒 啊 哈哈哈哈 石油闻听 一阵狂笑 小娃娃 你是个小族 还敢跟我动手 你为什么给轩辕卖命 他有什么呢 如果投降 我会给你很多好处 房屋 土地 生父 奴随 美女 你还是过来吧 小孩温轻 突然大怒 吃油 你害死我的全家 你杀了我不恶的人 我要给死者 报仇 说着大枪 扎了过去 要个往常 吃油都不稀罕 跟这个小孩打 可是今天 打乱呢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吃油 主要目的是逃走 所以 手使 吉利盏 屋就打起来了 小伙子一看 兵人到了 吃油 旁边一闪身 大枪 汤 一颗吉利盏 抖枪就刺 结果 吃油一看 好快身形啊 急忙用吉利盏 一压大枪 小伙子一看 没有扎着 把枪抽出来 涮手荡棒 打 大枪杆甩开了 奔着吃油脑袋砸起来 兵人挂着风声 石油惊叫一声 往旁一闪 手中吉利盏 往上就赢 汤 一声 两金属相碰 震耳欲聋 把枪崩开了 哪知道小伙子 枪太快了 一反手 打 大枪奔 汤油的脑袋 就太阳穴打起来 汤油一哈身 稍微慢一点 汤一声 把汤油带的青铜脚盔 给砸下来了 汤油没吓死 这一辈子没吃过这盔啊 以为脑袋被扒了下来呢 蹭蹭蹭跳出多远 一摸脑袋 啊 哎呀 好厉害 一看 带鸡脚的青铜盔 到地下 顾不得减了 扭头 撒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说 小娃娃 今天饶过你 来着 并取儿子手机 撒腿如飞就走 这小伙子 不依不饶的 抖枪要追 呼啦 过来好几名 汤油的将领 拦住了这小伙子 双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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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一起 这就救了汤油了 封后指挥人马 随后掩杀 一下子把汤油军赶出二十多里 吩咐收兵 不再追赶 丽木正杀的起劲 突然听见了收兵的命令 叫君族快撤 自己的战车也没过来 他上了车 咕噜咕噜咕噜 这车回来了 很快来到封后进前 哎 我是相国 我们当兵的正追杀 是由为何停止追击 封后说 丽木啊 你辛苦了 你不知道这边情况 我们的军队 还有好多人 没渡过河呢 刚才是你们 突然从西边杀来 汤油一时慌了神 才向后退 若是我们继续追击 和他们拼杀 对我们有害不利 况且 前边情况不明 倘若中了汤油的埋伏 就不妙了 哦 原来如此 就在这阵 尝鲜赶到 看着丽木狠狠的 捶他一下子 哎 你来得真及时啊 晚一点 我军将难以守住 这个渡口 哎 对了 刚才我看一个小伙子 手势大枪 杀的敌军 鬼哭狼嚎 才把石油偷盔 给打掉了 那小伙是谁啊 在哪呢 这阵 轩缘也过来了 丽木急忙下了车 上前给轩缘施礼 陛下 丽木有礼了 丽木奉陛下命令到秦川解围 打了圣仗 吃不拿被乱剑射死 特来交令 好啊 丽木啊 你来得太时时候了 你立了大功了 我问你 刚才有个使枪的小伙子 他叫什么 他是谁啊 是从哪来的呢 丽木乐了 陛下 这个孩子叫鹰龙 他就生活在黄河边上 我这次能够及时感到多亏这个鹰龙 要不是他给我带路超近道赶来 我还得三天才能到这儿啊 据鹰龙自己说 他从小受过艺人的传授 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他师父专门到别的部落里 给他打造了一杆青铜枪 可是在他离家学艺的时候 吃油到了他的部落里 把整个部落给灭了 他父母连同他一个姐姐都死在石油兵的刀枪之下 鹰龙发誓要给全族人报仇 他已经啊 找石油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 这次主动找到我 愿意跟我们打石油 我见着孩子说话非常诚实就同意了 让他前边带路才来到此处 我也没想到 这个孩子武艺超群 居然连号称无敌的吃油都被他打败了 这是陛下的福分 好好好快叫他来 我见见 轩辕太喜欢鹰龙了 李牧吩咐 去把鹰龙叫来 时间不大 有人把这小伙子带来 鹰龙快见见 这是皇帝陛下 鹰龙看到轩辕 觉得不安 手足都没这种话 半天也说不明白 李牧说快过去十里啊 嗯嗯 我给你磕头了 轩辕把他拉起来 左看右看喜欢的了不得 鹰龙啊 此次你可立了大功了 嗯 没立什么功 哎 我特赐你 将军之职 希望你以后更加奋勇杀敌 这这这 李牧说 快谢恩 谢恩 我磕头了 快起来吧 书中暗表 这个鹰龙可有来历 他跟炎帝后代 与网有密切关系 什么关系 后文自有交代 再说轩辕皇帝 命令大红领人打造战场掩埋尸体收缴胜利品 叫长仙就在这黄河北岸安营扎寨准备战 大家保餐战 等待南岸士兵过黄河在整河队伍追杀石油 封后点头战场 再说轩辕大军在北岸扎好营房 等待南岸士兵过河整整过了一夜才全部过了黄河 这些人带着休息一天 转过天的清晨 轩辕传令向北进兵追杀石油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 结果追出有一百多里地 也没见到石油的踪影 长仙的战车挨着轩辕问 陛下咱们追的不算慢 莫非这石油一时受了惊吓 回了着陆了 轩辕摇摇头不可能 按石油的秉性不会就此罢休 他千里南下 偶有闪失 只会变得更加残暴 怎么会跑回着陆呢 那怎么追出这么远也不见得踪影啊 我想他一定是耍什么花招 封后在一旁说陛下 我看为防不测 我们应该改变进军队形 怎么改变 我们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做 封后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一说 轩辕频频点头 好 就按你考虑的方案去做 于是封后立刻把队伍分成三路 分别向北追赶 又追了好多天 三路大军就来到了小五台山前 负责中路追击队伍的将领是立木 立木突然发现 前边不远的地方 有一股敌人 这些队伍向峡谷内逃走 立木一看高兴了 可顿看起来持有兵了 给我追啊 中路大军就追开了 然后派人去报信 干嘛呀 中路发现队伍 其他队伍得帮助声援呢 有人向封后报告 报 骑兵军事得知 立木大将军发现了敌兵 带人追去了 哦 封后文婷吓了一跳 闯我的命令 告诉立木 停止追赶 吃 立木得到消息 不得其解 但不敢违抗军力 告诉队伍 停止追击 等了 他们在这等着 时间不大 轩辕和封后赶来 立木过来问 两看要追上敌人 怎么不叫追了 封后说 前面的帝氏不太了解 不能贸然前进 有什么呢 他们是败兵 我们是胜利军 在什么地形怕什么呢 你先等等 就在这儿 左右两路人马 因为山前断了路径 也赶到了此地 封后指着前面的峡谷说 你看 前面道路十分狭窄 而且两面为悬崖峭壁 敌人在峡谷口突然出现 又不作战 却直往里边逃走 怕是诱我深入 如果我们进去 一旦敌人 伏兵四起 我们会怎么样 这能吗 立木不服 复子和右路大军的总指挥 大红过来了 陛下 我们那边走不过去了 是不是归一路走啊 立木说 对啊 三五队伍合在一起 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 走啊 就在这儿 左路大军总指挥 长仙过来 长仙一看地形 不由得到西口梁去 陛下 你看 这不就是十几年前 我们走进的那道峡谷吗 当年我们从此进去 伤亡多少人 中了赤油的埋伏 败下阵来 你看 又到这儿了 全员文听 机灵打个冷战 方后 快 撤兵 好 OK 稳诺 买 就 二 三 三 二 一 二 二 感谢观看